梦境是宇宙能量运动领域的信息量子能复活动 梦境或是另一个平行世界 做梦是时空错乱中诞生的记忆 而在科学解释中 梦境只是大脑脑电波的一种残余 映射了你记忆中的现实世界 但更多人愿意相信 梦境是另一个平行世界 而做梦的内容 可能是平行世界中另一个你的记忆 而另一个你的梦境说不定 就是这个世界中你的记忆 所以做梦才会有那么真实的感觉 甚至让人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宇宙中的生命数量不计其数 但是每一种都有细微的区别 所以人类总认为 自己是绝对独特的存在 除雀克隆以外 活生生的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对于以前 我们都说世界上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都不会有重复的个体和你同时存在 还有一句话说 世界上的树叶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存在 更何况是身体结构复杂的人类呢 以前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稳稳地认为世界上的人 不可能一样 即使是一亩同胞的双胞胎 那也是有些许差别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存在 但是有一种说法 人类可以通过做梦感知平行宇宙 看到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那个自己 行为举止和思想都和本人没有差别 是不是觉得颇为神奇呢 对于梦境 中国古代早有解释 梦有三千 梦中的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做梦其实就是你的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看到的经历的一切 或者梦中发现的事情可能是你的前生发生的事情 梦中的一切是那么的真实 当你醒来后 有时都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现实中的一切会不会也是一场梦呢 而对于梦境中的事情是真是假 人们众说分会 心理学家认为 梦是无意识的思维活动 梦具有高度的随机性 也有部分心理学家认为 梦境是人类面对紧急事件时所做出的应对措施 在日常生活中 很少会出现危机事件 人类也就难以训练自己对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 这部分心理学家指出 人类平均每年会做三百至一千次噩梦 噩梦便是人类脑部在有意识的训练其自身的应变能力 以上是心理学家对梦境的解释和看法 那科学家对梦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在过去 人们都把梦当成虚幻的存在 现梦就是一种迷信 但随着科学的进步 科学家也能够非常理性地看待梦 民间传说 不一定都是迷信 很多事实证明 民间传说很多都是真实的 对于梦境 中国古代早有解释 梦有三千 梦中的世界 都是真实存在的 做梦其实就是你的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看到的 经历的一切 或者梦中发现的事情 可能是你的前生发生的事情 在另一个空间中或许真的存在另一个我 也许平行宇宙的自己跟当前宇宙中的自己的轨迹并不一样 甚至经历也大不相同 因此 梦中那些离奇古怪的事情 可能就是另一世界的自己正在经历的 前意识学说同样认为前意识和梦境传递的信息比海还要深 里面包含的记忆使我们永远无法挖掘完的 或许有一部分 就是另一个世界中另一个自己的记忆 人类在睡眠时 是最放松的 也是最有可能通过梦境来与平行的世界进行联系 人类的梦园比我们想象的要隐秘 它的内容可能来自于个人的清醒时的经历 也可能是平行宇宙时空之下的一面镜子 尤其是很多人的梦境在现实的场景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和实现 却依然感觉和自己紧密相关 可能就是在镜像反映平行世界中的自己 很多科学家认为 梦里的事情没有在现实中发生 很有可能在平行世界中的自己身上发生 我们在梦醒时能够记住的梦境不过是全部梦境中短暂的一些片段 梦境中的大部分都会被遗忘 在另一个时空和你有着一样英容笑貌的人 也在和你经历着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 曾经两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翁贝尔托 用自己一生证明了平行时空可能真的存在与你一模一样的人 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 同年同月同日死 甚至生活轨迹以及死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成了科学界对平行时空猜测最有力的证据 虽然出生的家庭以及环境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生命轨迹却几乎一样 更为神奇的是 他们的结婚日期以及妻子名字和生产的时间都一模一样 孩子的名字也是一样 他们在一个酒馆相遇 亲如双胞胎 但是却在相遇的后一天双双被枪击 一样的方式去世 怎不令人惊叹呢 平行时空的存在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成为科学界的重大发现 你觉得梦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事件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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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knel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